国际原子农机构总干事 星期四9月1日 视察了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加坡里日亚核电站 并表示专家们将继续留在该核电站 拉费尔格罗斯参观了这家核电站几个小时 他还表示在局势稳定之前 他将继续担心 他说这些专家将对当地发生的情况 提供他们所谓的公正中立的技术上合理的评估 俄罗斯和乌克兰互相指责对方试图破坏国际原子能机构 对该核电站的调查 该核电站位于蒂涅伯罗河上的一个巨大水库的南岸 蒂涅伯罗河把俄罗斯和乌克兰军队分割在俄罗斯南部和中部 自冲突初期以来 该工厂一直由俄罗斯军队控制 但由乌克兰员工运营 蒂涅伯罗斯和乌克兰亚 蒂山 时间 范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